机场边境检疫上检8条 因为15号传出 有一名行警确诊 紧急裁检393个人 检验结果阴性 但麻烦的是 感染源不明又增加一练 国内累计已经有12条 不明感染源传播链 专家忧心 背后隐藏的不明感染源个案 可能更多 有可能是倍数 不明原因传染点 他可能有传给其他悲人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社区是有很大的风险 就在社区存在12条 不明感染源传播链的情况之下 16号开始 明代官员跑通 以及宗教祭祀等防疫措施 都开始松绑 专家认为这样做一定有风险 开放下的风险一定会是有的 可是这些开放 只能说是一个底线60分的 一个标准 防护的措施跟行为 可以再要求的自我更严格一些 专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感染Omicron的严重性 不可轻忽 国内出现了首例感染Omicron死亡案例 案18138是一名80多岁女性 她是金嗓歌友会衍生出的个案 虽然她本身年纪大 又是洗身病人 但她打过两剂AZ疫苗 确诊的时候根本没有症状 反而是匡列住进医院 才开始越来越严重 对一些老年人免疫不全的人 许多慢性病的人 仍然有可能发生致死 Omicron不见得像大家的认知 只有轻症或无症状 如今是连无症状的患者 都可能造成死亡 尤其邻近国家 像是新加坡 日本 香港 每日确诊人数不断上升 指挥中心放松防疫措施 恐怕低估了Omicron 可能对社会民众造成的伤害 记者陈轩白王一仲 台北报导